那你只要學什麼?學型態就OK了 對 那你講說 這還沒有講到K線 只是型態而已 你就80分 我們來看 你只要70分 不好意思 你就70分 你說你在頭部型態初心持股的話 比剛才還好一點 因為季線它的落後性實在太大 因為它是以技來算 對不對 所以型態它可以彌補季線的落後性 OK 但是有一個它可以彌補 它可以抓到型態的轉折 不能說型態的落後性 是型態的轉折 因為我們剛才講說 你型態初輕 你可以初在871到872 你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更高一點 因為頭部成型 我可不可以在它還沒成型之前 我先跑 OK 那很抱歉 你就要學K線了 因為K線 是要抓型態的轉折 我以前講過 我之前在劇產線上 我講過 K線 你學K線學 不是為了要讓你做一兩天的短線 對 事實上一兩天的短線 你這樣看你也知道賺不到很大錢 對啊 那個變數太多了 對 而且你常被騙 對 你看 一根K棒就要決定隔天 那個幾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對對對 有時候你會很孫對不對 有時候你會被騙來騙去騙到頭都暈了 那我覺得說 你去抓型態的轉折 或許會比較務實一點 比較好 對 所以你要怎麼抓型態的轉折呢 這裡我講 我書裡面有一個亮家篇 那亮家篇專門在講 破壞三兄弟 這是破壞三兄弟 我自己取的啦 事實上它是三根破壞訊號 那我那個時候我 以前我的日記有漫畫 是我女兒幫我畫的 他會把那個 這三根K線 畫成三個不一樣的漫畫人物 我們稱為破壞三兄弟 因為他比較好記 你不用去記K線 K線很難記 但是你只要說 破壞三兄弟你記起來就OK了 比如說你看到破壞三兄弟 我認為你先走 除非說他長上去 長上去 那我們再來買 對 要不然呢 破壞三兄弟 出來都沒有什麼好事 那就 誰是大哥呢 就是下跌亮針 一般創 創新高之後 收中長黑 然後帶亮 OK 那你就要小心了 下跌亮針的背離信號 這是第一個破壞信號 可是一根K線 很難決定什麼事情 對 比如說你要看隔天 結果隔天呢 又來個高檔走低量級說的二哥 那高檔走低量級說什麼意思呢 有些人喜歡把那個量說解釋成好的 他認為說這個沒有人要賣 但是你可能要反過來想 沒人要買啊 但到底是沒人要賣還是沒有人要賣 你要看價 因為我的看法就是說量價關係還是價為主量為福 對 你不要以為說量價關係是相等的 其實是不等的 還是價錢比較重要一點 如果說今天這個量說是代表習壽的話 它不應該跌 它是要漲 沒有人吸收還跌的啦 對不對 表示說 這是沒有人要賣 不是沒有人要賣 沒有人要認清事實 不要騙自己 然後呢 你會發現接下來還有一個 黑K 補量了 因為本來量說嘛 現在補量了 補量了 但是補量它確實下跌了 是一顆爛線 一根爛線 我們叫做反彈補量收爛線 OK 你碰到這一種 破壞三天用地都出來了 隔天 麻煩請你做賣除的動作 因為隔天它確實也是不好嘛 你已經看到都不好 而且 這組組有 二四六 六根K線 你可以賣 不是說一天叫你全部賣光 那 那是騙人的啦 你有六天的時間讓你去思考 整個一整個禮拜 可以讓你賣喔 賣在哪裡 8600到8800之間 相當漂亮 因為 最高點是9309 我們不可能賣在最高點嘛 對不對 我們有操作人都知道啦 除非說你看到黑K你就賣 看到黑K你就賣啊 那你怎麼可能賣在最高點 這你可以賣在8600到8800之間 有六根K線的時間可以讓你賣 你有那麼多股票賣不完嗎 不可能啊 對不對 你又不是主力 所以你一定賣得掉 除非說 你不相信 對 你不相信沒責 你不相信技術分析沒責 那我沒辦法 那我沒辦法 OK 那這個就是破壞三兄弟 那破壞三兄弟我們用這個圖 發現 哇破壞三兄弟 他居然是在這整個高點裡面 算是 呃 相對的高點的地方 出現 然後讓你賣掉 我覺得非常漂亮 我覺得非常漂亮 你技術分析可以做到這樣子 呃 賣到這種程度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是獲利蠻多的 我認為說你技術分析已經達到80分了 就是說 你可以利用K線抓到形態的轉折 對 你已經學到K線的精髓 K線精髓就是要抓形態的轉折 我的看法是這樣 你說這樣80分 這個就K線的終極運用 我的認為是這樣 對 那你說這樣80分 那90分是做到怎樣 我們先看這張圖 這張圖跟鋼仔那張圖 差別就是在這中間 中間下跌的時候 你一般老手 K線的老手他很會賣 他意有不對他就賣掉了 可是他也會買喔 他什麼時候會買 他常常買在那個半三腰 對 因為你半三腰有指節訊號出來 反彈的時候 你沒有人知道說 這是真的指節還是反彈 不可能你以後才會知道 對對對 對 所以說這是老手會犯的毛病 對 而且老手在上面已經出掉了 對 所以他有錢 新手這個時候 可能已經套牢了 他也沒什麼 對沒錯 所以這個時候新手不會買 為什麼 等解套 等解套 我們都當過那個被套的人 我們都知道 這個時候不可能買了 因為你沒錢了 對 融資都已經快斷頭 哪裡有錢 等於說 這個時候誰才會買 老手 對 那如果 你可以判斷 到底什麼樣的型態 是反彈型態 還是回生行情 回生行情 你才真正是90分 對 因為你 你不會被套在半山腰的時候 在第四季你才有錢買 要不然變成說 新手是被套在頭部 老手被套在半山腰 到第四季的時候 只有誰在買 只有主力在買 散戶通通沒錢 嗯 比方說 你要逃過這個 你才算是90分 這個怎麼怎麼逃呢 這就是 複雜牌的 生病 居晚養 是 居晚養 一分 居晚養 放全